在青青草原上,灰太郎可以说是最倒霉的角色,虽然抓羊无数,可他每次在准备吃羊时,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态,最后反而让小羊逃跑。 这种生活从灰太郎来到青青草原开始,一直延续到了小灰灰的出生。 为了保护小羊安危,羊村建立起了非常高的围栏,将一切危机阻隔在羊村之外。 对灰太郎来说,他最喜欢的小羊就是懒羊羊,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懒羊羊将自己养得白白胖胖,更因为懒羊羊极度缺乏运动,每次逃跑都跑不过灰太郎,让他能轻易抓住懒羊羊。 不过懒羊羊在小羊团属于团宠级别,每次他被抓,废羊羊和喜羊羊都会想办法营救,所以灰太郎也非常讨厌他们,尤其最厌恶喜羊羊,毕竟灰太郎吃不到羊肉,最大原因就是喜羊羊。 不过现在灰太郎有了小灰灰做掩护,想要抓羊也更方便了一些,尤其是小灰灰就连上学也是去的羊村学校,这也给了灰太郎进入羊村的机会。 不过灰太郎想要禁村,他就必须通过羊村安检,只有检查符合标准,他才可以获得禁村资格。 灰太郎为了能顺利抓到小羊,他也无所谓了,直接就成为了羊村安检机试验的第一人。 当时灰太郎还被小羊关在了牢笼之中,不过灰太郎非常聪明,他早就知道进入羊村没有那么简单,所以提前先把把缩小药丸和恢复药丸藏在帽子里。 趁着小羊不注意,灰太郎再逃出牢笼,并且成功将美羊羊抓住。 可在灰太郎带美羊羊逃回狼宝时,小灰灰竟然敢来救羊,面对自己的儿子,灰太郎纵然有万千对策,他也不敢使出一招,只能让小灰灰将美羊羊救了回去。 而小灰灰也因为这件事获得了羊村奖励,就连费羊羊也说小灰灰是羊村专属守护者,只要有他在,小羊们就不需要担心被灰太郎抓。 好了,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陶子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